那再來我先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當然第一次一定要先測試 我用一個HoloWorld的專案好了 所以第一個 請你新建一個 Enjoy Project Enjoy Project 在這裡的話呢 給它一個叫HoloWorld 每一個程式語言的第一步 好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在那個2.1的地方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底下有一個PackageName 那這裡的話 因為它有一個Domain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給一個這個名傳的縮寫 名傳的縮寫是MCU MCU 所以MCU 特別注意PackageName比較特殊 這邊PackageName是MCU店 特別注意如果你沒有這個Domain的話呢 它這個專案不能被建立起來 如果你這個地方輸入正確的話呢 就可以按完成 這個專案就會被我們建立起來了 好 建立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呢 在我們的 左邊這裡有沒有 就建立一個專案 那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因為 各位好像應該已經用過這個環境了 所以應該不太陌生 那我們就把它先Run起來看一下 測試一下說 這個地方 執行為 這邊Enjoy Application 然後把它Run一下 如果說呢 你可以在你的模擬器裡面呢 看到好的Wall的話呢 那表示我們這個環境是OK的 那接下來呢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第二個測試說 如何在這上面做一些編輯 比如說我希望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我希望在這上面 再增加一個好了 增加一個Test View 再加一個Button 當我Button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上面的文字可以改變 就這樣的一個簡單需求 好 我想這部分你們先把這個 好了 我的部分呢 先測試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在這邊呢 做一個進階的延伸 然後呢 可以再測試一下 怎麼樣在上面呢 增加一個Test View 增加一個Button 讓我們可以改變 Test View裡面的文字